大家好 我是老子 也只有三個圈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記得幫小小按下訂閱 那影片正式開始 阿嬤 快點喔 要出去玩喔 妳知道我們要去哪裡玩嗎 我不知道 妳要看看要去哪裡 不知道啊 我怎麼先聽到 阿嬤 我對 我跟妳講 哈哈哈 不跟你講 耶 我們到東港了 要來領船票 他們這邊有公有的停車場 一天是40塊 可是它不能過夜 所以如果你們有要去小琉球過夜 要記得找民營的停車場 這一次來是帶媽媽外婆 跟照顧外婆的妹妹一起來 這邊有寫了 小琉球不得隨意觸碰海龜 因為外婆有傳脹手冊 所以它是半票 還可以陪同一個半票 生產之前我們有先去藥局買 暈船藥 我們有先打電話去問醫生 外婆有開過心臟手術 那她可不可以吃暈船藥 有慢性疾病常識現在不用藥物的人 是一定要先詢問醫生 耶 到了美麗的小琉球囉 這一次機車一樣是咖啡機車行 我們旅館配合的 我們來到小琉球的第一站 就是吃香絲麵 香絲麵的口味會比社區麵店還要重 你喜歡重口味的人可以吃香絲麵 那如果你帶老人家不想要偏鹹的話 你就吃社區麵店 她的辣椒辣嗎 很爛 快哭出來了 很爛 耶 我們到了旅進 她這邊辦理陸駐的話 要騎車大概一分鐘到地中海去辦理陸駐 她這邊的話有很多套裝行程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請旅館一起訂購 像這個都是貨櫃重脫了起來的 然後上面還有那種俄羅斯的娃娃 俄羅斯斑崴的 有來一定要看一下這畫 這畫不便宜啊 而且它是純手工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小琉球的旅進民宿 這是我們今天入住的房間 它的墊是非常的大 然後這個是我們領房之後會給我們的小提欄 裡面就有鑰匙跟冷氣遙控器 冷氣的話一般是建議設在2728度 比較環保一點 然後他們家還有冰箱 小明天它本身是沒有插電的喔 如果沒有用到就乾脆不要插了 就是省電 這邊還有餅乾 然後他們家最大的特色是 他們不提供瓶裝水 我放這個筷子圖 你可以到他們一樓大廳去裝水 他們還有提供衣架 很方便 這個的話都是10目的 那我們來先看看它的床 它的床坐起來是有彈性的 但它不會太軟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帶老人家來這邊入住的 除了剛剛有提到我很喜歡像那種圓木型的家具之外啊 它一進來會有樟樹的香味 很舒服的味道 他們家的浴室啊 透明窗的感覺 會讓空間有一個延伸感 會覺得比較寬敞舒適 我們的浴室超大喔 浴缸是蛋型浴缸 浴室的瓷裝也很漂亮 地板是花瓷 它的鏡子不夠大 圓路的腳 看起來就會比較舒服 然後它們很細心的地方是 它們有護泡澡包 每個人都給一包 在公平 然後它浴室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它的沐浴乳跟洗髮精啊 都是環保的 95%可生物分解 如果你們有看過全員的小琉球介紹的第一集 那就有提到70%的海洋污染是來自於生物用水 沐浴乳洗髮精改成這種環境友善的 群聚真的還不錯 再來就是最重視的消防設備 一上來就可以看到滅火器 很容易找到位置 好可愛喔 小羊 這隻最可愛了 嘿 耶 我們來看羊羊 不知道為什麼 陸邊好多羊喔 嘿 羊 萬羊奔騰 哇哇哇哇 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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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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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們來到小海龜浮潮 因為媽媽跟妹妹都沒有浮潮過 所以我想說給他們一個經驗 讓他們知道浮潮非常好玩 而且沒有那麼恐怖 好可愛耶 小家床耶 第一次浮潮有什麼心得 你會浮潮第一步挑潛水衣 這裡有寄物櫃 有吹風機跟衣室 看起來很專業耶 殊不知他不會游泳 基本上穿潛水裝 你裡面可以穿泳衣 那如果你忘記戴 你也可以穿內褲 換完潛水衣教練都會幫大家拍照 會怕嗎 先練習 我快忍死了 因為我媽不敢下去 所以我代替她下去 我沒有穿防寒衣下去 媽媽不是不下去 爆幹人 爆幹人 我媽因為她小時候跌到湖裡過 所以她不敢下水 我看到水 就要暈了 這絕對是我人生最狼狽的一次 小琉球之旅 沒有質疑 今天一早來小琉球的時候 就覺得肚子不太舒服 好像我的好朋友快來了 於是我就去附近買了衛生棉 先點了 想說以防萬一 下午三點的時候 我幫我媽還有一個妹妹 報名了去浮潮 因為她們都沒有浮潛過 想說給她們一個體驗 我至高分有顧我外婆 然後殊不知教練在教她 如何憋氣 如何使用的時候 她說她會怕她不敢下水 於是我就代替她下去了 我就穿了原本的背心 然後直接把我的褲子脫掉 因為我今天穿的是那種 CK運動內褲 我想說穿起來跟泳衣有點像 所以OK 漸完很好玩 但有點冷 不過還蠻開心 跟海龜拍了非常多照片 而且海龜真的很近 海底也真的很美 後來我們要上岸的時候 教練人很好 就讓我們在岸邊拍網美照 那種美美的照片 然後我媽突然跟我說 欸妳的腳合起來 可以合起來拍照 我想說怎麼了 然後她說妳的翅膀露出來了 我說幹 怎麼會 我竟然忘記我月經要來 所以我鋪了一個衛生棉 因為她沒來 我當然就不會記得那塊衛生棉 然後我就 我就在岸邊 許多人的眼中 穿著招擦著三角褲 下面一包 浸濕的衛生棉 算了那就回來了 回到旅館我想說很熱 因為沒來我就泡了熱水漲 但是因為最近缺水速 我就泡20公分左右的高度 我一起來 洗完澡擦乾了 我走出浴室 走了沒幾步 所以我突然妹妹就跟我講 姐姐妳流血 oh fuck 妳剛剛在浴室妳不留 妳在浴缸裡妳不留 我洗完澡走出來 妳滴著地板都是 反正今天就是 尤其是那個三角褲 我竟然忘了那塊 該死的衛生棉 在我的性感的 運動內褲上面 一包 露著她的翅膀 跟岸邊的人打招呼 oh shit 飛魚軟薄餅 飛魚軟薄餅 建議你就是熱熱吃 熱熱吃的時候 就是脆脆酥酥的 上面的味道 不會過鹹 但是是有味道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放軟吃的話 那個餅子會比較難咬 那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喝喝看 那是青蛙肉做的 你不知道本源是青蛙肉做的 你做哪個嗎 這個是青蛙肉做的 不是在薰炙? 不是在薰酥嗎 不是在薰酥 你喝喝看 甜甜的啦,真的啦 好喝 你喝喝看 青蛙肉 瓜瓜 打成 打一打 去捏的 你喝喝看 好喝 你喝看 你喝看 你沒喝到 沒喝到啊 你要喝一大口 裡面有 一粒一粒的那個 有有有有有 騙你的啦 還真以為粉圓青蛙肉 香蕉煎餅 超好吃的 我們點菜式口味 不會辣 很推薦 很清爽 它的炒飯蠻好吃 酸量也蠻多的 柯仔烘蛋我覺得很好吃 蛋非常綿密啊 烹潭 然後裡面的柯仔裝很多 好吃嗎 好吃 它的炒飯可以不炒豬肉 Ana Ana是什麼 我們要來搭美拉探索的 半潛艇 全票是 360 半票的話是 220 它的搭船時間有早上的9點 10點 11點半 跟1點 2點半 然後還有4點 很多長輩來搭欸 而且我覺得可以彌補老人家沒有去浮潛看到海底的遺憾 哇 下面好漂亮 很香 本來要去買老翁的黑糖愛玉 可是它沒有開 所以我們來買可不可 春梅冰茶 要來吃大風 帶外婆來逛海亭 這邊看過去很漂亮 然後最大的特色是它往下看 它的海面清澈 可以看到海龜 好浪漫喔 來看後面快點 可愛喔 好美喔 每次來小琉球都覺得好美 我們來自哪裡 桃園 你們覺得來這邊好玩嗎 好玩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 按照大家分享加訂閱 記得喔 記得喔 然後第二步也都不一樣喔 這一次走的是蛋掌 被出遊你可以去哪裡玩之外 現在選擇要跟大家科普老人癡呆 因為其實老人癡呆 它是有症狀的 比如說記憶力開始會下降 你跟他講什麼他可能會忘記了 知性能力變差 不再能看的食譜 熟悉的事物 然後還有視覺與空間 認知上出現了障礙 沒有辦法認出釘子裡的人 是誰 會出現說話與書寫的困難 自我隔絕 排斥他人情緒化 易怒 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懷家中的長輩 這次小琉球我去浮錢 是比較臨時上場 我沒有做到卸妝的動作 所以這點對海龜啊 對海洋生物真的比較抱歉 跟大家呼籲一下 如果你有要浮錢 要記得素顏 下次見